最新的米兰时装周引发了轰动,古丽娜扎一袭身V露背礼服,惊艳亮相,无可挑剔的脸蛋,曼妙的身材。 他简直是将野心写在身上。 谁能想到他长着一张聪明脸,实际上却是个脑袋空空的木头美人呢? 从他看男人的眼光就知道了。 如果说古丽娜扎看人眼光准,只怕无数人要在评论区吐槽死。 他入圈公开过的男友确切来说只有一任,那就是张汉。 可惜爽子解露人盘太大。 与娜扎的外在形象一个以清纯著称,一个以妖艳著称,凡是自然就要长相妖艳的他来承担。 和张汉分手后好几年,好不容易谈了个名气一般的徐开诚。 又陷入了和张天爱在内的狗血三角恋。 一下子将人们拉回了他当年可能插足爽子、汉哥的事件当中。 就他这样,真的就是看别人准。 一到了自己身上,那就是谁扎专门往谁身上撞。 空长了一张漂亮脸蛋。 内里说到底还是个笨蛋。 一、治愈型综艺,有人喜欢用笨蛋美人来称呼他。 倒是挺符合他的定位。 尤其是综艺上多了。 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对他有了改观。 鼓励那扎和湖南卫视最先结缘的固定节目是偶像来了。 那时候他的公众好感度参差不齐。 主要还是讨厌他的人居多。 第一期节目他就忍不住泪崩了。 众多嘉宾坐在一起谈心。 他一直没怎么发言。 当谢娜Q到他时,才说了一句话他就潸然泪下。 一招黑体质让他身心俱疲。 上节目都畏手畏脚,不敢说话。 嘉宾中,当时大概只有赵丽颖和他感同身受。 其他人都已经是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境界。 林青霞标志着一个时代。 年龄都能当鼓励那扎的奶奶了。 多年幸福的生活让他富有同理心。 蔡绍芬和朱音受过的争议不少。 不过都已经被家庭治愈。 年轻一辈张涵运出道早。 网络不发达时期,他受到的赞誉多过诋毁。 至于欧阳娜娜,也有着天才大提琴少女的美称。 她还是这两年才开始走上被黑的道路。 唯独鼓励那扎,出道不久就黑粉众多。 最夸张的时候,被人在微博屁过一照。 对她家人的诋毁也不堪入目。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。 在心胸旷达的人都要受到影响。 好在她遇到的嘉宾都是温暖的人。 林青霞看到她就像看到了女儿。 朱音、蔡绍芬、谢娜等人都让她坚强。 就连宁静这样看不惯别人矫情的人都给予了她鼓励。 这部综艺是古丽娜娜的治愈之旅。 随着节目的推进,她越来越活泼。 这个时期的她总体表现出来的还是温柔内向的样子。 时隔两年在参加综艺花绍三,古丽娜娜突然多了些调皮。 她和杨佑宁斗嘴的样子实在是耳目一新。 二、花绍三,貌似古丽娜娜总是能在节目中遇到很好的人。 花绍三也不例外。 花与少年第二季的收视率之高,在第五季出来之前一直是超前的状态。 以至于第三季被埋没了。 第三季嘉宾的相处和谐程度和第五季不相上下。 只能说播出的时机不对,利益不像第五季丝绸之路那样高大上。 导致很多人都没看过,那扎在其中看起来还是一副仙女的样子。 不过已经退去了最早上节目的声色。 这个时期她身上已经多了很多袁荣和自洽。 对着年龄小的妹妹们,她已经有了姐姐的样子。 她将自己曾经受过的鼓励和安慰传递给别人。 和江书颖在一起,她会直面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不是争吵博眼球,而是平心静气的沟通问题。 和其他男性嘉宾在一起,她也没有搞什么暧昧。 就是当朋友相处。 很多口头禅都是出自她口。 嘉宾们也总是用这些话调侃她。 这两档综艺很大程度上为鼓励那扎挽回了口碑。 同时,她自己也在成长。 成长为一个更成熟的人。 三,演技与情商。 不过她人成熟了,有些地方却始终没有长进。 比如演技。 还有的一些缺点也开始暴露出来,比如情商。 按理说,古丽娜扎也是科班出身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学期间光顾着实践了。 没有理论支撑,让她的演技一直处在一个生硬不自然的位置。 提起她,有哪些角色名士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? 除了小雪。 还有吗? 她高考那会儿,好歹还有着最美一考生的称号。 站在人群中,虽不是现在这么白皙精致的样子。 不过深刻的五官十分亮眼。 还是学生就有热度,对她来说就是把双刃剑。 一考过后,古丽娜扎成功进入北电。 成为学生前后脚的功夫,她就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《轩缘剑》。 出道就能和胡歌、唐烟、刘诗诗等人合作。 本以为古丽娜扎会走上新近小花之路,毕竟成功被唐人签约,和这几位都是前后辈。 谁知此后,一场恋爱让她在黑红的道路上越挫越勇。 在《轩缘剑》中饰演小雪时,娜扎身上还保有纯真。 就像这个角色本身一般。 她对一切都是好奇求知的状态。 《轩缘剑》之后,她再次受到广泛关注是在电影中。 期间,她客串过多部电影。 和成龙、林更新、赵又廷、刘烨等人都有过合作,直到邓超的《分手大师》上映。 《分手大师》中,她就是个傻白甜。 也许这时候就已经隐喻了,她在自己的爱情路上和角色的境遇大差不差。 《分手大师》宣传时期,鼓励那扎前往跑南做宣传。 外界有了她和邓超隐隐绰绰的绯闻。 不过她不是主角。 受到的非议还不如邓超和杨幂。 等到和张翰谈恋爱后,她的口碑开始全面沦陷。 这个时候,她就已经情商堪忧了。 发声明都透着一股小白花,死绿茶的意味,果不其然,被骂得更狠了。 好在她熬过了那个阶段。 关闭了微博评论,不听不看。 慢慢变得自信起来。 经历网爆时期的鼓励那扎,话不多。 倒是多了几分孱弱美人的味道。 时隔七年在开微博。 人长大了,说话也多了些,我行我素。 她去逛迪士尼时,穿搭被纸有商风化。 这时的反驳还算有利且撒爽。 可当拍戏被吃豆腐,粉丝维护她,反被她对时,她就有些显得不知好歹了。 她还不如做个哑巴美人,说话过过大脑呢。 四,笔美,娱乐圈中新疆美女不少。 当打之年的就是迪丽热巴和古丽娜扎。 其实从出道之时,两人要走的路就注定不一样了。 古丽娜扎毕业于北颖。 迪丽热巴则是上系出身。 他们之间早有交集。 这份交集源于一场选角活动。 这场选角活动称得上声势浩大。 不过最终选出来的人选倒是挺让人意外的。 花与少年,思路纪结尾时。 新直磊爆出和热巴十八岁就相识了。 还有秦兰。 他们三人的缘分就是源于那场最美鱼姬的选角。 这个角色,古丽娜扎也试过。 她从小就是学习艺术的。 十六岁时就已经生得奇长高挑。 得以成为一名平面模特。 随着街拍的内容越来越多。 她在江内的名气越来越大。 开始有机会接触到江外的工作。 也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深厚。 一场活动中, 她作为平面模特被主持人李爱看重并推荐。 却参加了鱼姬的选拔。 最终止步于十六强。 她和迪丽热巴都没有被选中。 迪丽热巴没有被耽误高考。 2010年顺利考入上系。 至于古丽娜扎, 那时候并没有打算到内地发展的打算。 本来高考时, 她是想考进新疆解放军文工团的。 不幸地碰上了体制改革。 导致就此失去了这个机会。 她在家待业了一年, 才在亲朋好友的古丽下, 前往北电考试。 这一下子, 就成了被关注的焦点。 他们两人都是92年生人。 论名气, 古丽娜扎要先与迪丽热巴成名。 可她的演技和情商是最给自己拖后腿的。 迪丽热巴出道实演的阿纳尔罕十分出彩。 可惜看过的人在少数, 就导致很多人只对她的配角戏惊艳。 配角戏份太出彩, 很多人对她的主角戏份存在刻板印象。 加上她的美貌太强势。 除非演技精为天人, 不然很容易将人的注意力带偏。 她生活中洁身自好。 除了外界喜欢给她拉狼配, 传绯闻。 她个人方面基本没什么值得黑的地方。 可迪丽热巴的演技好歹能拿出手。 古丽娜扎却十年如一日没长进。 迪丽热巴的影响力已经走向了国际。 至于古丽娜扎, 国内这晚饭她都不一定能端稳。 娱乐圈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。 总有人喜欢拿她们二人相比。 殊不知两人本就不是一路人。 演技上, 那扎不但比不过迪丽热巴。 那些新疆籍的演员, 任何一个都要比她好上不止一星半点。 那她剩下能拿出来经营的还有什么? 那就是美貌。 她们两人近一年来频频在活动上撞见。 女明星抬高身价的品牌就那么几个。 竞争激烈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当她们穿了同一个牌子的礼服时, 难免会出现谁学了谁这样的言论。 鼓励娜扎还聘用了迪丽热巴舍弃的化妆师团队。 一旦两人在造型上有比对, 粉丝之间就会进行争吵。 这也是为什么近段时间, 频频有人说她和迪丽热巴相互在活动上碰瓷的原因。 她们两人的外貌都很优越。 谁更好看也是个花入个眼。 与其一直比外在, 那扎还是多精进演技比较好。 不然, 怕是她要没什么戏可演了。